各位本台有一句名言 反共逼脑残 在这个王静渝这个事情上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王静渝是我在网上第一时间 第一个告诉大家 这就是一个小骗子 他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可是后来 这个王静渝成了美国和西方各大媒体的做上宾 等于说是把美国的这些大媒体 还有西方的一些大媒体 什么路透美联社之类的 全都骗了一个遍 可以说美国及西方的这些媒体 包了龟堆加起来 还不如我一个人 所以说反共避脑残 好吧 咱们再看看这个王静渝这个事 好家伙 这把中国的官媒都给笑弯了 腰了 这个事越来越多的内幕暴露出来了 王静渝从小就确诊了精神病 这是一个真病人 就这么一个病人 就把美国西方的所有的大媒体 全给骗翻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王静渝是怎么出名的 我当时直接在油管告诉那伙 他就是个小骗子 但是人家都不信 是吧不信呢就开始了 傅希秋 美国的这个人贩子 是吧 民主的人贩子 专门靠这个这个为生呢 傅希秋 然后呢直接就被他骗了 傅希秋的团队 2021年啊 据说是解救了王静渝 可是呢 2024年的4月份 傅希秋就发推 催王静渝还钱 劝王静渝好好地学习 诚信做人 是把他给骗的是一愣一愣的 当时我在油管 我直接就说 我说王静渝不可能有美国的绿卡 他如果有美国的绿卡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大使馆门口一坐 他就补一个绿卡 就到美国来了 傅希秋 当时可能是反共的心切吧 准备数一个明星 于是呢 傅希秋就完全就脑残了 然后呢 被王静渝骗得是一愣一愣的啊 我们再看看啊 还有谁啊 还有苏宇童吧 苏宇童当时在德国的一个媒体 采访完之后 俩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是吧 随后呢 2024年8月 说自己呢 醒了 被王静渝欺骗 与他切割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台湾的曾庭轩 是台湾中央社巴黎的特约记者 2022年起采访报道王静渝 是吧 采访了不少于六次 2024年7月份 还在跟踪报道巴黎真人秀的啊 是吧 那位说台湾嘛 尤其是母湾啊 这智商呢 就更加脑残一点 是吧 好吧 第四个是谁啊 日本杂志文艺春秋的一个记者 叫安田风俊 是吧 这个现在 这个还没醒呢 在日本呢 王静渝靠他一下子火了 日本的这些媒体 独卖产经 什么朝日新闻 富时电视台 TBS电视台 全被这个神经病给骗了个遍 日本也是脑残啊 还有谁啊 美国的美联社的吴慧忠 美联社啊 报道他了 目前美联社已把这个新闻页面删除了啊 还有些蔡霞啊 那个中央党校叛逃的那个蔡霞 是吧 蔡霞2024年4月份 也把这个支持王静渝的推给删除了 还有谁啊 呃 就是台湾的缺牙的张鱼哥 啊 八炯 八炯 2024年9月7号 下架了王静渝的视频 宣布道歉啊 声称被骗 恶行单颠覆了台湾人的认知啊 还有谁啊 那是郭文贵的老朋友 郭宝胜啊 郭宝胜 也是被他给骗的一愣一愣的啊 那么其他的西方媒体呢 有谁啊 英国的BBC啊 德国之声啊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 德国一台 美国的XOX 法国啊 然后挪威 荷兰 澳大利亚 以色列 全被他给骗了一遍啊 这个猫叔讲故事 这个推友给总结的 怎么样啊 这些货加起来都不如我一个人的智商 这些人全都是脑残 没有底线呢 啊 这个事情一出的话 中国的人民日报下属的环球时报 乐坏了啊 这帮傻叉子 美国媒体终于发现 这个反华分子啊 原来是个大骗子 大家好 我是环球时报的耿直哥 近日一个极为讽刺的消息 在国外反华分子的圈子里 炸裂开来 就是一个曾经被多家西方反华媒体 当成正面典型报道的反华分子 被一家美国主流媒体曝光 其实是一个诈骗其他反华分子 甚至还把西方媒体当猴耍的 大骗子 不过耿直哥其实早在2021年时 就曝光过这个反华分子 他叫王静渝 曾因在当年2月 恶毒侮辱在中印边境 加勒万河谷牺牲的解放军战士 引起了重怒 虽然他当时已经不在中国 但重庆警方还是决定对他追逃 不过虽然这个王静渝 当时还嚣张的宣称 自己是美国永久居民 还宣称自己银行账户里 有大量的存款 在国外不愁吃喝 但他的女友吴欢 却在他在境外的社交平台上 开设的一个小号上 曝光说 这个王静渝经常打骂和侮辱自己 对自己精神控制 是个有点臭钱就觉得自己了不起 和用下半身思考的玩意儿 而且从吴欢的铁文来看 两人在国外过的 并不像王静渝 自己描述的那样不愁吃喝 他还指控 王静渝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人 比如他一边对别人说 微信被中国政府控制了 不能用 一边自己却经常用微信 与其他女生聊骚 甚至于从吴欢发帖的状态来看 他已经被王静渝搞得有些精神失常了 不仅跟着他一起骂中国 也骂奥巴马和拜登 然而西方媒体却并不挑食 居然通过王静渝 把这么一个被他已经弄得 神经明显不太正常的女子 当成了他们的采访对象 和用来抹黑和造谣中国的素材 美联社这家平时显得 似乎很高端的美国大通讯社 就在2021年8月的一篇报道中 借吴欢的嘴抹黑中国 在迪拜有什么黑监狱 而且即便吴欢的证据非常不靠谱 连美联社自己都承认无法核实 但似乎是为了完成某种命题作文 美联社还是把报道发了出来 后来在西方媒体不断的吹捧下 吴欢背后的王静渝 如今成为了境外反华分子圈子里 一个已经有着几万粉丝的网红了 不过在三年后的今天 回旋标终于来了 因为一家也曾经把王静渝当成宝贝的美国媒体 终于发现这个王静渝是个骗子 而且这家美国媒体发现自己被骗的过程 还相当的讽刺和可笑 这家美国媒体是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在2021年王静渝侮辱解放军烈士后 这家美国媒体的记者冯哲云 为了抹黑那年中国新出台的 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不仅专门采访了王静渝 还利用中美两国的语言信息差 将耿直哥前面提到的王静渝 对烈士们恶毒的辱骂 洗白成了他是在质疑死亡人数给他背书 而王静渝也在境外的社交账号上 立刻抱住了这家美国媒体的大腿 后来在2023年的时候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另一个名叫弗兰克的记者 从此时已经躲到荷兰的王静渝那里听说 他的室友反华分子高某的家人 正在遭到中国政府在海外的陷害 便立刻凑了上来 想要报道中国政府是怎么在其他国家害人的 按照高某和王静渝的说法 在高某躲到荷兰后 他的家人原本是想从泰国来荷兰与他团聚的 但高某的家人在泰国时 却先后接到了来自所谓的中国外交官和来自荷兰移民局的信息 说高某的家人威胁要用炸弹袭击中国在泰国的领事馆和荷兰的机场 所以荷兰无法批准他们来荷兰的签证申请 结果高某的家人就慌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高某的妻子和女儿还因为签证过期后 没有离开泰国 被泰国的移民局给扣了 他的儿子虽然也在泰国 但没有被泰国方面扣下 只是也见不到高某的妻子和女儿 这期间由于高某的外语不行 所以王静渝一直担任着他的翻译 王静渝还对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记者弗兰克强调 他非常确定这就是中国政府陷害他们这些人的手段 并称自己也曾经遭到过这样的陷害 王静渝还宣称高某之所以会被中国政府这样陷害 是因为他和自己住在一起 而中国政府最终的目的是要打压他王静渝 然而当富兰克提出要看一下荷兰移民局发来的 指控高某的家人要炸机场的邮件时 高某却只给出了邮件内容 没有给出发件人的信息 而王静渝更是显得格外激动 抢着辩解说 这是因为发件人也是有隐私的 不能随便透露 得先征得同意 于是富兰克就去找了荷兰移民局 询问对方有没有高某的家人这回事 起初荷兰移民局似乎就像王静渝辩解的那样 说这个事涉及个人的隐私 无法透露 那么根据耿直额对西方媒体的了解 不少常年写报道黑中国的记者 一般到了这个阶段就会直接根据王静渝和高某的说法出报道了 把中国黑一通 说什么中国在海外用报假警造谣的方式迫害所谓的异见人士 当然确实有西方媒体也是这么做的 而且这家媒体恰恰就是2021年时 把王静渝那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女友吴欢当成重要采访对象 然后抹黑中国在迪拜有黑监狱的美联社 美联社这篇偏听偏信王静渝和高某说法的文章 后来还被美国华盛顿邮报 英国独立报和日本朝日新闻等多家媒体转发引用 但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记者弗兰克 还是想让荷兰移民局给个说法 于是他又问了一次对方 而这额外的疑问却不得了了 因为荷兰移民局新给出的回应 直接把这个以为自己搞到了中国政府 陷害异见人士这个大新闻的弗兰克给整蒙了 荷兰移民局说 这个邮件是伪造的 从那一刻起 弗兰克似乎陷入了一种幻灭的状态 他赶紧又找荷兰警方 问了有没有接到过高某家人 要炸荷兰机场的报警 结果荷兰警方也说 从来没有听说过此事 之后 弗兰克给高某打了视频电话 把情况告诉了他 而电话的那头又是王静瑜 陪在了高某的身边 而这次王静瑜更加激动了 开始质问 弗兰克有没有核实给他信息的荷兰移民局 是不是真的荷兰移民局 是不是中国政府冒充的 接下来 弗兰克称 就在他告知高某 那个来自荷兰移民局的邮件 是伪造后 发送那个虚假邮件的 荷兰移民局账号 突然给高某发来了一个 让他极为兴奋的消息 荷兰移民局已经同意了 给他的家人签证 他们可以从泰国来荷兰 与他团聚了 只是这个路程会很漫长 途中 家人也无法与他联系 当然 在咱们看来 这个内容很可疑 但这个信息 却很好地拿捏了 着急想和家人见面的高某的心理 所以他不加思索的 就信了 再后来 又过了许多天后 那个荷兰移民局的账号 又发来邮件 告诉高某 他的家人已经到了荷兰的邻国 德国 需要他立刻去接人 还会有德国的警方 与他对接 欣喜若狂的高某 立刻搭乘火车 前往了邮件所说的地点 可当他下车后 他等来的 却不是自己的家人 而是将他暗倒在地的德国警察 然后他被这些德国警察告知 这是因为有人举报他谋杀 而且这个举报人 还是一个与王静渝关系密切的人 而当高某在几天后 获释回到他先前 与王静渝合住的住所后 他又吃惊地发现 王静渝以及王静渝的女友 都已经跑了 只留下了多张手机卡 那个荷兰移民局的账号 也再没有给他发过任何的信息 至此 高某才意识到 他被王静渝诈骗了 那个荷兰移民局的账号 其实是王静渝用来诈骗他的假账号 而且除了高某被骗 他其实仍在泰国的家人 也被王静渝骗了 那些王静渝的虚假账号 还要走了高某家人的信用卡信息 并花光了他们仅剩的 不到两万美元的积蓄 美国国家公共电台的记者弗兰克说 高某之所以如此确定 是王静渝骗了他 一方面是因为 那个虚假的荷兰移民局账号 一直在和他强调要听王静渝的话 说王静渝很重要 荷兰政府很信任他 而且相当荒唐的是 王静渝在冒充荷兰移民局 给高某发邮件时 还一度把记者弗兰克的名字 用在了一名虚构的荷兰官员的身上 而另一方面则是 每当高某对家人的实际情况产生担忧时 比如当他接到一段家人 在泰国的拘留所打来的电话时 王静渝就会忽悠他说 这个不是他的家人 而是中国政府的特工 在用AI假冒他的家人 反倒是高某的妻子 在得知自己的丈夫 根本不信自己是真人后 一度气得萌生了自杀的念头 但这还不是王静渝骗术的全部 他还曾经通过虚假的荷兰移民局的邮件 让高某在去德国接家人之前 重制了手机 这一重制 导致高某的手机语言 被重制为了繁体中文 然后他又骗高某在泰国那个没有被扣押的儿子说 打着高某的旗号联系你的人都是中国政府的特工 因为手机语言会是繁体 结果高某的儿子就这样被王静渝给忽悠瘸了 把尝试联系自己询问情况的亲爹 当成了所谓的中国特工 大骂了一通 甚至于在高某被德国警方逮捕后 王静渝还一度对弗兰克撒谎 说是高某把自己的家人出卖给了中国政府的特工 王静渝还用虚假的荷兰移民局账号 将这一说法告诉了高某的儿子 想让高某的儿子录视频与他的父亲断绝关系 而高某的儿子还真一度照做了 不过最让高某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为啥其他西方媒体 比如美联社 还有转发美联社报道的美国华盛顿邮报 英国独立报等大媒体 没有发现王静渝是个骗子 反而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站台背书 包括连美国国家公共电台 不仅曾经也给他背过书 甚至这次如果不是因为弗兰克多问了一句 不是荷兰方面的移民局多回应了一句 恐怕也被他给骗了 但在耿直哥看来 这并不是骗 而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关系 西方媒体需要有人去讲抹黑中国的故事 好完成西方那些反华势力 给他们设置的议题和命题作文 而王静渝只不过是扮演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实际上 弗兰克在报道中也提到 一些听信王静渝的说法 给他背书的西方媒体就宣称 他们虽然无法确定王静渝说法的真实性 但也无法排除 而这恰恰也是2021年时 美联社在采访被王静渝推到前面来的女友 吴欢时给出的说法 他们说 虽然吴欢说中国在迪拜有黑监狱 且自己被关过的说法 无法被核实 但也无法证伪 实际上 如今曝光了王静渝的弗兰克 他其实也没有多高尚 他仍在他的报道中 给当年为王静渝站台起地的同事冯哲云晚尊 延续了 冯哲云说 王静渝是因为质疑中印边境解放军的死亡情况 才被迫害的叙事 哪怕事实是 他王静渝就是在恶毒的为烈士之死叫好 耿之歌不觉得这个弗兰克高尚 还有另一个原因 王静渝的诈骗 其实是在去年8月就已经开始暴露了 但弗兰克的报道 是在一年后的2024年8月初才发了出来 而且在报道中 耿之歌并没有看到 弗兰克有进一步的提醒高某当心王静渝 或是将高某的遭遇报警的举动 而且虽然如今 弗兰克在报道中通过采访高某 以及其他接触过王静渝的人 勾勒出了王静渝的行骗套路 即他一边对西方媒体装可怜 一边利用西方媒体对他的报道 将自己在反华分子的圈子里塑造成是某种英雄 然后以此去寻找那些刚来到国外 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的反华新人 对他们进行精神控制和欺诈 但三年前 他的女友吴欢就曾经在自己的小号里 控诉过王静渝的这些问题和迹象 如果这些西方媒体的记者稍微看一眼 耿之歌当时对此事的报道 也会知道这个王静渝是有问题的 但这些西方媒体没有做到 而王静渝则通过撒谎 就像他诈骗高某一样 说那个小号是中国政府的特工伪造的将此事糊弄了过去 所以这个弗兰克只是稍微比他的同行们多了那么一点点操守 但讽刺的是就是这么多出来的一点点的操守 就已经足够挖出这么一个反华分子诈骗反华分子 还扣锅给中国政府的大骗局了 另外通过此事 相信大家也可以看出海外反华圈子里的人都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有的是像王静渝这样的骗子 还有的是像高某这样的傻子 而当王静渝这样的骗子 如今还敢在国外抛头露面 招摇过世时 可见那里的傻子得有多少 而给王静渝充当帮凶的美联社们 到现在连一句澄清或道歉的话都没有 等之歌验证了我的名言 反共避脑残 傻子太多了 骗子几乎都不够用了 这个王静渝又爆出来了这个猛料 各位啊 猫叔讲故事说 推特上有人开空间 揭露了这个王静渝的很多的料 王静渝首次诈骗是在15岁左右 利用网游DNF交易诈骗了1000元左右 被警察上门退钱了 王静渝首战失败 觉得骗国内的人风险太大 转移目标到郭文贵的蚂蚁帮 16岁时利用咸鱼平台骗蚂蚁1000优 哇这个厉害 这几个天才啊 逼得郭文贵警告战友 小心王静渝诈骗 王静渝曾在迪拜诈骗园区 专门学习了半年 王静渝的父母至今认为 他是去荷兰留学 因为创业开饭馆 得罪了当地的华侨 被华侨买通国内外的警察迫害 这故事很离奇啊 你说17、18岁能开饭馆吗 根据推友与王静渝的父母交谈确认 王静渝的父亲是私企的 泵设备厂的普通职工 母亲呢是前加油站的临时工 目前呢 无业 与王自称的父母都是国企高管 空军飞行员八杆子打不着 王静渝14岁确诊精神病 初中辍学 一个精神病啊 把这些大媒体都骗得一个低溜转啊 太丢人了 说王静渝在迪拜被警方扣押 是自导自演的碰瓷 要求在穆斯林酒店吃猪肉 并用酒泼服务员 随后傅希秋和法广 和自由轮子电台配合宣传营救 让王静渝更加出名 基本上采访王静渝的记者都知道他在撒谎 但是没有人说出来 与王静渝是属于互惠互利的关系 弗兰克这个记者基本上是一个人 把这个桌子给掀了 是吧 王静渝的父母坚信 他在迪拜得到了王子的赏识与投资 所以离开迪拜前往荷兰进行创业 还有这个网友揭露 说王静渝王马子之所以选择19年出国 是因为他在国内撸贷款 骗人被法院追到家了 再不走就限制出入境了 怎么样朋友们 我一个人的智商是不是碾压这些反华的傻缺们呢 你去看看我在什么时候最早就说王静渝是个骗子 有一个王静渝的播放列表 待会去查查吧 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 打算订阅咱们下回沟 打算交换